大家好,我是阿東 目前所在的是一家我還沒開過戶的銀行要去開戶 為什麼呢? 因為YT,我通知我有款價,準備要電費給我 問了一下從台灣外國要付款到台灣這邊呢 基本上呢,會需要你的銀行帳戶 同時呢,他會有所謂的一個銀行的手續會 問了結果呢,在我身後這家銀行呢,比較划算 為什麼?因為他們手續會有比較低 建議各位,如果下次你跟我一樣 收到YT通知要電費的時候呢 有款項會電費給你的時候 那你可以考慮這樣 要不然他寄資料會很久 建議還是用電費的方式 我只好找一間比較划算的銀行 畢竟我的收入不是那麼高 所以說,人省則省 那我準備進去辦派悟的工作了 走進這家金城銀行 我先聲明一下我並不是金城銀行的代言人 畢竟我是一個很像下的YT 那走進來就會看到明顯的 這邊有告示牌對於海外的一些電費方面 確實他們的價格是有公告出來的 是有比其他的銀行是便宜許多 那工作人員也很非常地親切的接待我 從我班到整個班號 大概花了將近一個小時 當中呢,我對有一些他們的銀行操作 我並不熟悉,尤其在班屬於外匯的方面 就是外匯存款的方面 那要先掃條碼 工作人員也很親切的直接呢 叫我掃完之後 輸入基本資料之後 接手我的手機幫我輸入一些相關的 如果自己操控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經過這邊的工作人員細心的 而且很親切的對我整個一個解釋之後 操控我很順利的就把證件 還有開戶手續整個都辦好了 感謝金城銀行這間育龍份行的工作人員 在我對銀行的印象 在由你們這家銀行讓我改觀了 並沒有什麼價值 而且工作人員都很親切 謝謝你們 好了,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我是阿周 我們下次影片見